最近騙子有一個新手法 他向你發出一份銀行的信件 並且附上假的國稅局表格 那個表格的編號是W9095 要求你在七日之內一定要填好 然後全真正某一個電話號碼 否則銀行將會在利息收入當中 扣除31%交給國稅局 這份W9095表格 和一般國稅局的表格相似 名稱免預購稅申請表 和真正的W9表格相似 真的W9表格是設立銀行或投資戶口時填寫 來申報你的社會安全卡號碼 來避免預購稅 這份假的W9095表格 除了要求填寫姓名、地址、社安卡號碼 還要你提供相當詳細的銀行賬戶資料 包括銀行賬戶號碼、密碼、個人身份證明號碼 甚至通常用來鑑定身份的母親本人姓氏 騙徒另外一種手法 是向外籍賬戶持有人發出一份類似信件 亦都附有編號為W8888的假表格 是向外國人開戶時填W8表格相似 亦都要他填個人資料 騙徒一旦拿到這些資料 便可以無賬戶持有人身份 直接在他的賬戶當中偷取存款 如果不幸已經將個人資料公開 應該馬上到銀行檢查賬戶是否已經被模擬 亦都應該通知銀行更改你個人的密碼 和賬戶的號碼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半鐘見面